残疾龙眼峰 赚钱做天峰 各位同学同学大家好 我是施工残疾李永年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赞 小铃铛给它摇起来 今天我们要讲 中国大陆经济景气 为什么侮辱大家预期的这么好 以及中国大陆经济景气 如果发生变化的话 对我们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大陆经济景气 在过去这一两年 甚至于两三年 他们的经济景气表现的 真的是还蛮疲弱的 大家原本是认为说 中国大陆因为它的地大人多 所以应该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可是因为一些政策的因素 造成他们的经济景气 其实的表现是相当的令人失望 习近平主政以来 他第一个动作 他其实是要把过去的一些弊端 还有一些比较浮夸的一些企业 把它们重整 过程一定是痛苦的 因为先要有破坏 才会有建设 现在目前看起来 大致上已经平息了 然后慢慢有复苏的迹象 现阶段来讲的话 从去年年底开始 中国大陆开始解封 一解封 新冠肺炎的疫情 立刻的扩散出去 所以那一段时间 对中国大陆经济景气 还是有一些冲突的 现在大家的讲法就是说 解封之后 初期一定是有短暂的冲击 可是日后就会恢复到正轨 目前看起来确实也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在前几年习近平 他一定要打击一些中国大陆的企业 像是阿里巴巴 蚂蚁 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在于说 在过去的40年 中国大陆一开放之后 很多的私人企业风起云涌 大家才发现了 中国大陆的市场 有这么大的市场 举个例子 前几年的时候 APP很好玩 在台湾呢 APP出来 你可能卖个十万套 很不错了 可是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一出来的话 大概最少就一百万个买家 起跳 一个APP 我们就算是一百块台币好了 一百万就是多少钱 一亿啊 何况呢 不止一百万 所以它这个市场 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你只要有创意呢 你只要肯去拼 那这个市场是无穷大 譬如说房地产建筑业 中国大陆经济 一旦起飞的时候 有多少人想要买房子 所以它房地产市场 欣欣向往不得了 你如果是一家建设公司的老板 你看到你现在眼前呢 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可是呢 以你的财力来讲 你只能吃到一小块 你会甘愿吗 我当时想尽量的掠夺这个市场 要怎么去掠夺市场 你就要有钱 要怎么样有钱呢 去跟银行借啦 去发债券啦 或怎么样 做杠杆操作 再加上呢 我们以前叫做 以汇养汇 它这个是以建案 养建案的方式 推出这个建案 预售 预售完了之后呢 才开始盖 然后呢 建案都卖出去了 然后钱都收回来了 马上再去做第二个建案 我们现在假设 其中的70%的资金 借来的话 变成我一个建案出来之后 我可以养六个建案 到九个建案 它是用等比急速的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 中国大陆的这些建设公司 它只要对了 它一起来 不得了 中国大陆恒大 本来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建商 结果呢 流了一大堆的烂尾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杠杆用的太大 市场呢 总有一天就饱和了 你只要一个建案 卖不出去 就跟那个骨牌倒掉 一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都知道 建筑业呢 它是呢 一个国家的经济的龙头 建筑业出了问题的时候 钢铁啦 水泥啦 塑胶啦 通通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它整个经济景气呢 就不行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 大家没发现 中国大陆的这些富二代啦 炫富炫得真的是一塌糊涂啊 在好多年前 有所谓的金城四少啊 大家就比炫富 对于社会的民心 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因为大家就会想要说 我每天要上班 上得这么辛苦 我一辈子也追不上他们 造成很多年轻人呢 没有办法脚踏实地的去工作 我认为呢 这个也是呢 中国大陆政府 他们之前呢 要严加控管 高调的一些企业 很主要原因 大概在民国65年之后 到78年79年之间 这个期间呢 就是所谓的呢 台湾的经济奇迹 在那个时期呢 就有很多的富二代 那这些富二代呢 非常的高调 开百货公司啦 开建设公司啦 一大堆 每天呢 就在那边炫富 取得大部分都是呢 社会上的名媛啊 或者是隐心 这些的富二代 经营企业的方式呢 就像前些年 中国大陆这些富二代 是一样 非常的高调 那也是运用这些资金的杠杆 经营它的企业 高杠杆的资金的运用 就好像呢 搭建一个空中阁楼 然后呢 底下地基是不稳 只要呢 抽掉一小块地基 它就整个垮下来 所以你就可以看的时候 当一个国家呢 它的经济 刚刚开始起飞的时候 通常都会发生这种事情 经营者 只看到呢 花花绿绿的钞票 只看到呢 市场无限大 就贪心的不得了 古往今来 用超额的资金杠杆 去经营公司的话 据我的记忆所记 好像呢 还没有几家成功的 所以呢 台湾走过这一段路程 中国大陆也已经走过这一段路程了 台湾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 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客户 尤其是中国大陆跟美国 它是我们的两大客户 就占了我们出口金额的57%以上 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的话 你会希望你的客户倒闭吗 你有没有发现 从去年的第四季开始 我们台湾的出口订单 大幅度的下滑 因为呢 中国大陆的经济不景气 所以呢 对我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我希望呢 中国大陆的经济景气呢 能够重新起飞 全世界的经济景气呢 都会往下滑 可是呢 到目前为止 没有啊 尤其是美国 那美国的经济景气呢 它并没有衰退 反而呢 相当稳健 第二个呢 美国的事业率非常的低 职缺人数非常的高 缺工啊 动辄呢 几百万 上千万 大家就觉得很疑惑 我们之前的讲话 怎么会差距这么的大 美国的经济景气 之所以看起来继续成长 实质上呢 并不是一个实质上的成长 前两年的时候 市况非常的好 很多的公司 很多的工厂 他们都做一个存货投资的动作 就是呢 我生产一大堆的产品出来 然后呢 摆在仓库里面 因为呢 眼前的市场一片大好啊 我就多生产一些出来 市机准备卖出去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一旦呢 整个市场的需求不足的时候 那你这些存货 变成你的负担了 大家看到 美国现在的职缺率非常的高啊 因为呢 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他就讲说 美末的边界呢 组一条万里长城 阻绝呢 墨西哥人的偷渡进来 接下来呢 又发生了新冠肺炎 所以呢 美国呢 更是严加控管 移工的进入 尤其是在美国的西南部 他们很多的 蓝领的这种工作 譬如说 加利福尼亚州 摘柑橘啦 摘樱桃啦 放在家里面除草啦 做一些那个 家庭管理的工作 这些的工作呢 都没有人啦 建筑业 当然更不用讲 人完全不够 疫情爆发的期间呢 美国的建筑业 也是一样 缺工缺料 我们台湾那时候建筑业 为什么缺工缺料 因为我们也对这些移工呢 采取严格的管制的措施 所以呢 职缺人数非常的高 这个就是美国 现在最大的问题所在 真正的重大的问题 是白领阶级的人 被裁员的人数非常的高 你国内的需求 会逐渐的减缓 当初呢 做了很多存货的投资 可是呢 你生产这么东西之外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需求量 你才能够销售出去 现在呢 白领阶级被裁员 大家没有薪水 或是拿这些职业救济金 那我当然要结一说实 市场的需求会越来越少 那么它的经济景气 总有一天要下来 现在还没有下来 是因为呢 还撑在那里 我还是认为说 美国的经济景气 还是极其可略 不是不保 时候未到 我是认为说 到了下半年 尤其是第四季后 他们甚至有会出现的 GDP呢 大股下滑的这种可能性 中天财经频道与情同行 联整会超音 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他们的通膨 已经开始下降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 解决了呀 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 所以股市呢 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这通膨的回积 大概上 大致上已经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 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呢 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啦 分析师林永年 不藏私 投资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 每周晚间八点 中天采定频道 张耀廷和您 与钱同行 我是李小玲 全球正经珠报 每周六日 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您知道 这个吃着水呢 变钱 对它养不起 那么多大鱼 因此股票啦 房价啦 都会往下跌 无论是信用风险啦 还是资产的安全性啦 还是市场的波动度啦 都在文化 掌握肩肉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报 请上这个梦梦水 无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 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光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 来一包梦水